第七位高財富 先生 主席各位評審委員 我是大人李明 今天的訴求很簡單 之前開會的時候 我們李明基本上都是不知道 我們今天是真的非常辛苦才來到這邊 然後裡面有很多項的 當初原規劃是要開發為 11米車道路開發為15米車道路 可是裡面有很多說是我們 居民去提議說 不要開招不要拓寬 那這是一定非屬實 然後你看我們這邊有連署書 這麼多的連署 一疊都是要求 非復原計畫 原規劃就是將 福德街84項 拓寬為15米車道路 是拓寬車道路 不包含人行道4米 然後呢 規劃裡面也有說 建案裡面的四周圍都有退縮地帶 然後 唯獨福德街84項這邊 只有退縮5公尺 是最少的 那我們現在強烈要求 再多5公尺 做為人行道用 而且也可以讓 速往 往那個博 廣池園區裡面整個移植裡面 移到裡面去 也跟 那個環保的人士 理念也沒有相符合 然後又兼顧到我們附近里民的利益 也不會影響到 以後我們發出 是向里民的 那個 建遞 產生有 就是說 關於你真正的那個議員出來 他希望說 各位委員能夠 送出我們 當地里民的那個意見 我們也有附 陳勤連署書 我相信你們書上 都有我們一份資料 剛剛都有發了 麻煩你們幫我們 神聖的看一下 我們里民的心聲 麻煩你們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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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